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韩康老师 韩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士生党师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员部教授 他写过很多重要的著作 例如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 中共八大史概要 中共八大史 李富春传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各位争点 编辑的著作有改变中国命令的4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时报 百年潮精品系列 以及党史杂起末篇的特约编辑 韩老师口才极佳 学识渊博 今天首先让我们热烈的欢迎韩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请韩老师带我们走进改革开放的起步 谢谢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刚才主持人的介绍 有些是名副其实 比方我的姓名 我的习惯 我的学历 有些是严过其事 虽然说我真的不敢说我写过很多重要的著作 更不用说是很有学术水平的著作 在这方面恐怕我跟我的同行比起来 大多数同行比起来都赶不上 我非常高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团委 还有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还有马院的研究生会 给我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 因为这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发展史的研究方面 就最近这个年来 我有一些关注 特别是从2006年以来 因为我正在参加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的撰写 其中我写的这一卷正好就是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 因此这些方面有一些自己的心得 不过要说从要讲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觉得有很多种研究的方法 要谈的话也有很多种视角 比方说有宏观的视角 有微观的视角 比方说可以从邓小平谈起 也可以从胡耀邦谈起 我今天想啊 既不从宏观的角度 也不从微观的角度 既不从邓小平 也不从胡耀邦 我想讲一个这些年来 谈到改革开放 人们不大提到的人物 甚至有人把他当作改革开放对立面的人物 这个人是华国风 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说起来有点惭愧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是给一个内部同仁交流的杂志 但让我很意外的是 这个文章很快就在网上发出来了 据说点击率还挺高 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 看过没看过 要是没看过 我今天就好办了 要是看过就有点麻烦 因为肯定会有些重复 但是好在啊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啊 有很多的问题 还只是概略的介绍 有些问题 由于史料的关系 也有篇幅的关系 没有讲到 所以假如 看过这篇文章呢 你们有些什么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借互动的事情 我再做些介绍 也可以做些探讨 讲到这个华国锋啊 我想先大约的做一个介绍 大概我们在座的年纪上 绝大多数人不太了解这个人 可能听出的这个名字 华国锋是1921年生人 跟中国共产党是同一年诞生的 不过他要早一些 他是二月份出生 这个人原来姓苏 苏联的苏 名字叫苏铸 铸啊就是那个铸就辉煌的铸 1938年参加革命 最早担任过山西郊城县西蒙会秘书 因为他是山西郊城人 所以后来呀 1977年有一首歌颂 华国锋的歌 我不知道大家老一点 年长一点的同志可能听说过 那首歌叫郊城宋 郊就是郊同的郊 城就是城市的城 最早这个歌名不叫郊城宋 就叫郊城山 后来呢 改成歌唱画主席 最后我把它定名为郊城宋 我记得歌词是这样的 说郊城的山啊 郊城的水 不郊郊城 郊文水 那个郊啊 说这个郊城的水啊 不交郊城 交到文水县去了 不知道郊城人民还是很大方的 自己的水交给了文水 说郊城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 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指路他紧跟随 就这么一首词 因为他是郊城人 后来担任过郊城县委的宣传部长 担任过进随地委的副书记 然后 1949年南下到湖南 先担任过湘民县委书记 后来担任过湘谭县委书记 还担任过湘谭地委副书记和书记 后来担任过湖南省文教办的主任 统战部长 然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和湖南省的副省长 这个经历啊 有些人说 是因为华国锋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确实的 毛泽东知道他的家乡 有这么一位县委书记 有这么一位父母官 但是他对华国锋啊 在50年代和60年代 充其量是一种好感 谈不上是欣赏 毛泽东什么时候欣赏华国锋呢 1970年底和1971年初 这个时候呢 把华国锋从湖南省委 一下就调到了中央 调到中央之前的一个多月 他刚刚升任湖南省委第一出席 和省各委会带主任 不到两个月 他就调到中央 当国务院业务组的副组长 国务院那个时候的直属机构啊 职能机构啊 基本上瘫痪了 什么纪委啊 什么工业部门啊 农业部门 因此这些部门的工作啊 就临时成立了一个叫做国务院业务 基本上负责生产计划财政 这一块的工作 国务院副组长大体相当于副总理 7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 7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而且是长副总理 这个之前都没有看出 毛泽东要把他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有很多人也说 把话误通调到中央 是让他来接班 未必 因为那个时候啊 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考虑啊 实际上是 有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和淘汰过程 但都还没考虑到话误通 最早他考虑的是林彪 文革以前我们不说他 然后考虑的是纪登奎 不知道什么原因 纪登奎也被他放弃了 然后又考虑张春桥 张春桥也被放弃了 然后再考虑到王宗文 那么75年 他曾经想让邓小平来主持中央工作 似乎有把权力交给邓的这样一种意图 我不敢肯定 因为没有材料直接证明 但是由于邓小平高整顿 突破了毛泽东维持文革路线的底线 所以他就跟鸟平失去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非常头疼 谁来当 谁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 他说另一段呢 总理因为去世了 周恩来去世了 天天班的所属 属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为什么呢 他要考虑谁来主持政治局工作 张三以四 王五 数到华国锋 说还是他的 还是华国锋好些 就这样 华国锋在1976年的2月份 出任了国务院的代总理 一开始还不是肯定 也没有当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时候 华国锋并不是中央常委 也不是中央副主席 就是一个国务院的代总理 毛泽东指定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 就这样 他出任了中共中央仅次于毛泽东的2号人物 那么到了1976年的4月份 由于天安门事件发生 天安门事件在我看来是毛泽东最后失去 对邓小平信任的一次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斯仁刚说 这个事件跟邓小平有关系 事实上没有关系 他本人跟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尽管这个运动本身是有拥护邓小平的内容 但他本人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斯仁刚说 他跟这个事件有直接关系 因此毛泽东彻底的对他失去信任 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提议 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把带子去掉 第一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唯一的一次 以前没有 这表明毛的确有把最后的这个班呢 交给华国锋的意思 当然这里我要说明两点 第一点 毛泽东的你办事我放心的 并不是毛泽东给华国锋留下的 最后权利交给他的临终遗嘱 没有这个事情 因为毛泽东写的六个字是在1976年的4月30号 会见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 话国锋留下来 向他汇报国内的工作 国内有几个省的工作有些麻烦 实际上就是批凳运动啊 导致了一些地方 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 包括浙江 云南 河南 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着急慢慢来 国内问题要注意 然后照过去方针办 然后再说你办事我方向 毛泽东这个时候啊 语言已经很含糊 听不太清楚 华国锋听了半句 说到底说些什么 然后张玉凤提议说 主席能不能把它写下来 他用签笔写了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实际上是 针对华国锋汇报国内的具体问题 所做的一个毛泽东的指示 跟毛泽东把这个权力交给华国锋 说你办事我放心 不是一回事 这个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粉碎四人帮之后啊 华国锋说 你办事我放心 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址 我认为是一种政治策略 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就是这么大一个动作 他需要取得来自于毛泽东 所交给他的合法性依据 要不然新的权力核心的补护 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我就说明这么两个 好 这就是华国锋七人 我说的非常简单 那么华国锋真正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被中国人所认同 实际上一个最大的事件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粉碎四人帮 我们今天讲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认为不能不承认 粉碎四人帮是奠定的一个最起码的 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后来我们不打批 我们一般都提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就忽略或者是淡化了粉碎四人帮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提作用 我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 也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往后推上 而粉碎四人帮这个事件 应该说华国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0年代以来对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 官方有一个历史决议 我认为官方的历史决议 对于华国锋的评价 过于清淡了 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斗争当中有功 就这么一句话 要说有功 在粉碎四人帮过程当中 有功的人多了 叶建英有功 王东兴有功 吴德有功 陈锡连有功 李先念有功 甚至季登奎也有 所以这样一个评价 并没有充分的估量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当中的作用 好 八月份华国锋去世以后 官方通过新华社 发的华国锋的生平 肯定了华国锋的决定性作用 我认为这是比较东道的 为什么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当中 决定性作用呢 详细的经过我不讲了 我有三个根据 第一 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是华国锋 这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 第二 跟在京政治局成员的分别沟通 是华国锋 我们都知道 华国锋在采取解决四人帮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面临极大的风险 他不可能召开一个正式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来讨论这件事情 因此他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爽快 个别过程 当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一共是十六位 还有四位政治局成员在外 李德生在沈阳 许世友和韦国锦在广州 塞福鼎在乌鲁木齐 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十六位 怎么跟这十六位政治局成员 怎么跟政治局成员沟通 这是华国锋出的一招 自己的非常有独特的一招 就是个别不开会 因为王章江瑶那是不能沟通的 还有一个人被认为是跟四人帮走的不贵贤 华国锋认为他是四人帮的人 不能沟通 还有一个就是刘伯承 刘伯承因为病重住院 所以也没有语文这件事情 其他九名政治局成员 叶剑英和李先念是最早华国锋出面 汪东兴 吴德 陈希莲 苏正华 纪登奎 陈永贵 都是华国锋个别或者两个人 只有尼智福据说是吴德个别打的招 这种沟通实际上是有风险的 而这个沟通的结果很不错 华国锋的提议得到了绝大多数 他所打招呼的政治局成员的同意 及个别人基本同意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华国锋的想法 至少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个工作是华国锋做的 这是第二个根据 第三个根据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 尤其是实施细节 是华国锋跟汪东兴和吴德分别商议 这个细节很细 因为太索碎 我不在这里详细的做解 总而言之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所有环节的主导者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 从商议方案到作证指挥 那天晚上在怀仁堂作证指挥也是华国锋 当然还有一个夜店 所以这么大一个事情 我们应该肯定华国锋是起来决定作用 这是要提到改革开放的起步 必须要提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后来 华国锋从1976年10月当上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中央主席 一直到1981年6月份 他辞去军委主席和中央主席 一共是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但实际上他真正作为权力核心主政 只有两年零三个月 就是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 从1979年也就是1978年12月以后 华国锋基本上不作为实际权力核心 权力的核心发生了转移 从华国锋转移到了邓小平 那么对于华国锋实际主政这两年的评价 80年代以来 有一政四负的评价 一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说到粉碎四人帮有功 四负是哪四负呢 第一 提出和坚持两个环式的错误方针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第二阻挠和拖延 恢复老弹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 第三 在维持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 接受和制造对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第四 经济工作当中急于求成 还有一些其他的阻情错误 这就是对华国锋这两年的四个负面的评价 我这几年的研究啊 让我发现 这一政四负的评价 我前面说了 一政的评价是不够的 而四负的评价 应该说 有不少违背了事实 或者是过于不断 粉碎四人帮以后 华国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方案 最基本的方案 就是抓钢治国 这个抓钢治国被认为是 华国锋坚持以阶级作成为钢的一个错误标本 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简单 所以第一个就要澄清 华国锋是不是坚持以阶级作成为钢 我想澄清这个事情 不错 华国锋的讲话 文章 报告 都的确是这么说的 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钢 坚持无产阶级专动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这些话呀 在华国锋的讲话当中 在文本当中 都是继续维持的 这没有错 这是事实 但是你要是通关华国锋 从1976年到1978年的政治实践 你会发现 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还要继续搞阶级斗争 我的研究啊 我的阅读的印象 让我发现 至少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比方说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就是1976年12月份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战会议 这个会议的重点是解决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197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面临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粮食油料和棉花的严重的供应紧张 这是千岁人民生活的问题 所以华国锋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全国农业学大战会议 你可以说它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方法还是老套的 农业学大战嘛 但是应该看到 它关注的重点是在农业问题上 而不是在我们过去所讲的阶级斗争问题上 而转过年来1977年开始 华国锋依然关注的是经济计划生产科技教育 我做了一个梳理 我在那个文章里面 我就看黄东峰这两年所主持召开的会议全是这样的会议 比方说1977年2月份的全国计划会议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主题之一是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 1977年4月份到5月份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7年的11月份的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 1978年2月到3月份的全国人大主题也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 1977年3月份到4月份的全国科学大会议 4月份的全国教育工作做谈教育工作会议 5月份的4月份到5月份的全国财报系统学大庆学大战会议 然后到7月份到9月份的国务院务需会 这些都是讨论的计划生产财貌科学教育引进 都是讨论这些东西 我发现这两年华国风除了街批四人帮运动这一个运动以外 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 所以说华国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认为至少是过于武断的这样一个节目 何况这两年在经济发展上面 它还有一些过急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后来批华国风批他的岛 那个新的大跃进 就是批他这两年 是不是新的大跃进 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 但是既然说它是新的大跃进 就表明他的关注重点是在经济 是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是我第一个想承认的 关于华国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 我承认这个问题是想说明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作重新的转移 可能不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也可能是从粉碎三邦以后就开始 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研究和讨论 第二个问题 就是华国风是不是在搞杨跃进 我前面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本来作为学术问题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 因为我查到的现在最早说华国风搞杨跃进 是1980年 1980年中共中央正在讨论和修改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在这个决议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人指责华国风说搞杨跃进 什么叫搞杨跃进呢 主要就是指在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方面 贪多求快 没有照顾到国力 有点类似于1950年的大跃进 所以把它叫杨跃进 因为主要是表现在引进这方面 所以说它是杨跃进 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当中发现 我们先撇开是不是杨跃进 先撇开一个价值判断 就从事实上去梳理 我就发现 中共高层几乎所有的领导人 在当时都是赞成大规模的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 并不是华国风一个人 最积极的有两个人 当然一个是华国风 还有一个邓小平 1977年的6月份 国家纪委报给国务院一个方案 就是关于扩大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方案 这个方案呢 准备把1973年 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 扩大到65个亿 7月份国务院讨论 邓小平刚刚付出 43亿美元已经扩大到65亿美元 邓小平刚刚付出就说 他说我看不够 应该扩大到110亿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 要把65方案扩大到100亿的方案 华国风表示赞成 叶建英表示赞成 李先见也表示赞成 好 按照邓小平扩大的这个方案 到了1977年的9月份 国家纪委再次报 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 邓小平说我看还可以扩大 扩大到150 又一次扩大 也是邓小平最早提出来 然后到1978年的2月份 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和国民经济发展 十年规划的时候 邓小平又提出来 还可以扩大到200亿 当然话国风景的探索 最后按照邓小平的意见 这个规模扩大到多少层 五百亿 八百亿 八百亿美元的引进规模 这就说明了 整个中央高层 在大规模的引进资金和设备方面 是高度一致的 我认为没有分析 可能李先念 多少有一点点保留 从现在的材料看 其他的中央高层人士 都是赞成的 而且赞成的非常激烈 所以我在文章中说 即便是有杨岳静的错误 也不应该用 华国风一个人来承担 何况是不是杨岳静 现在有几大争论 可能在引进的规模方面 速度快了一点 有些超出当时国家的承受能力 但是要负责 也应该是大家负责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只有胡耀邦的一段评论 是比较公道的 他说经济工作 就讲那两年啊 说那两年经济工作方面的错误 责任 不应该由国风同志一个人承担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举到手 而且他说我也是吹的 胡耀邦说他自己也不是吹的 胡耀邦的这个评论 我认为是最难道 所以是不是杨岳静 我觉得也应该恢复 是很难的 何况我们要看到 1977年到1978年的引进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实际上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 华国锋在对外引进资金和设备的问题上 并没有局限在物质层面 他说我就引进的设备 我就引进的技术 不是这样 华国锋在对外引进的问题上 有一个重要的意识 就是我们要出去开眼界 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历 据我所查阅的资料 粉碎四人帮以后 在公开场合讲改革的 是华国锋 1977年的5月1号 人民日报发表了 华国锋一篇文章 叫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积蓄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到现在为止 是批判华国锋 搞两个凡事 和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标本 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华国锋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必然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那些 缓解制度方面 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唤起人 去加以改革 这是我在公开的报刊上面 看到的华国锋第一次提改革 不过我不对这样一个 华国锋在文本上面提改革 过于重视 为什么呢 这是秀才班子乞讨的文章 未必能够反映华国锋的真实的想法 华国锋真正触动他搞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来源于他本人对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的比较 因为他主张出去看一看 他让国内的这些人啊 政府 学界 经济 经济界的人士都出去看一看 带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强烈的刺激 所以他感到中国跟世界上的差距 特别是跟西方的差距 已经拉得非常大 而这个差距暴露出来中国的管理制度 有很多的漏洞和毛病 比方说1978年的6月1号 他听取国务院党劳经济考察组 从党劳考察回来 他就说 他说我们必须要加快对于我们上层建筑的改革 他讲了个小事情很小的事情 他说比方说我们出国 我们要办一个那个出国的手续 短则三个月 长则半年 他说这样的上层建筑 我们不改得行吗 哎 还有人告诉他 说这回到香港去考察 说香港啊 那个养鸡场啊 说这个七个人养了十五万之几 华国锋就感慨 他说我到我们北京昌平红星养鸡场 二百四十个人才养几万之几 还一个劲的药 北京市编委再给他们增加编制 还要任命这个科长那个主任 包含很痛心啊 他说夜郎自大 他们还一再说我们已经变成大庆市企业了 所以他很痛心 而且华国锋说 这不是局部现象 个别现象 他说这是普遍现象 然后他说看来 我们的思想上有一个束缚 所以他才说 我们的思想要再解放一点 不仅我们的国务院的部门要出去看 而且我们的省委书记工厂厂长都要出去 他说只有把国外的经验拿回来 同我们自己做比较 我们才能改革我们自己的关系 所以啊 华国锋的对外引进啊 其实给他的一个最大的 带来一个对中国带来一个最大的效应 并不仅仅是引进的资金和设备 而是用华国锋的话说 而是开阔了一样的 所以1978年这一年成为中国建国以来 对外考察最大的一个考察潮 什么时候都出去那个时候 那不像现在出去啊 现在出去就称旅游了 当时是真是去考察啊 国务院副总理古墓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去考察 这个代表团有国务院的部长 有一些省的革命晚安会 负责生产的副主任 到西欧五国考察 法国 比利时 荷兰 瑞士 和联邦 德国 考察完了以后 考察的时候 考察了一个月 这是中国政府派出高级代表团 专门到西欧考察经济工作 建国以后是第一个 西欧各国非常重视 因为那个时候 西欧各国也在调整产业节奏 很希望把他们原来的那个加工业啊 剩余的那些技术资金 都转移到别的国家 希望寻找新的投资市场 一看中国人来很高兴 这谷牧啊 是一个国务院副总理 他到欧洲这几个国家访问 好几个国家 是以国家元首的规则 欢迎他 到法国就是 舱门一打开一看 铺了个红地毯 把他吓了一跳 是不是搞错了 法国人告诉他 我们就是要以 国家元首的身份来 欢迎 回来以后 向国务院汇报 华国锋亲自主持 听了汇报 六月三十号 听了很长时间 好几个小时 听完汇报 号公就主持 提议 召开国务院务序会 这国务院务序会啊 真正是务序 就是总结 建国以来的 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和教训 讨论引进和改革的问题 从七月六号 一直开到九月九号 开了两个多月 这次对于 改革和开放的讨论 那就比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的上个年 讨论的还要深入了 为什么呢 国外的这些考察全部 了解了很多欧洲 国外的情况 这样才有 对外开放 才有十一的三中全会 对外开放 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怎么看待 华国锋两个凡事的问题 继续批动的问题 因为八零年代以来 对于华国锋的批评 最厉害的是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两个凡事 一个就是继续批动 说是华国锋 继续批动 阻挠邓小平的付出 搞两个凡事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我这两年 在研究过程当中 阅读的结果发现 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总的说来 华国锋在粉碎私人棒以后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稳定政局 和巩固新的权力核心 这对华国锋来讲 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华国锋逮捕了 毛泽东的医生 逮捕了毛泽东最亲信的 几个文革当中的重要人 这对华国锋来讲 是在走刚死 毛泽东是批评过私人棒 1975年的5月3号的 政治局会上 毛泽东说过 你不要搞私人棒 你们的问题要解决 上半年解决不了 就下半年解决 今年解决不了 明年解决 毛泽东说的解决 跟华国锋的解决 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毛泽东已经提醒 中央政治局成员 说不要小提大做 华国锋不仅小提大做 而且还做大 干脆把毛泽东 夫人都带不起来 那么这个举动 对于华国锋来讲 在政治上有极大风险 而事实上 华国锋抓捕四人帮行动以后 海外马上就有舆论 说华国锋在搞非毛谎 国内也有很多传言 说华国锋搞右派政变 搞宫廷政变 所以华国锋很担心 会引起政局的动荡 在这个时候 华国锋首先考虑的 还是冷定趋势 当然坦率地说 的确 中共中央这一次的权力更替 实在是一次非常具体的权力更替 并不是正常的权力更替 坦率地说 但有一点 因为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下 有一个言说 你还说华国锋是个老师 他老师啥呀 他把扶持到上台的毛泽东的夫人 老婆都给带起来了 他还老师 是不是老师 我们可以讨论 那有一点就是 这一次的非常具权力更替 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认定 没有 很少有人怀疑他的正当性 不是说绝对没有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他具有正当性 但是一开始 华国锋 并没有心中有底 并不是这么有底 所以他很担心 这样一个举动 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所以他就考虑 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 要有一个过程 实际上现在的材料 透露出来 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当月 就十月份 就在政治局会上宣布 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没有指导邓小平 只是说邓小平的付出 要有一个过程 华国锋说了八个字 叫刮熟地落水稻渠成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 邓小平的待遇 从1976年12月以后 很快得到了改善 比方说 邓小平12月份 因为得了前列腺炎 住在解放军301医院 批准他动手术的方案 批准手术方案 就是华国锋怎么做的 然后华国锋在邓小平 邓小平是12月10号 住进301的 24号动手术 在24号动手术之前 华国锋特意把邓小平 接到北京玉泉山9号楼 就叶建英的所带领 由四个名中央负责人 跟他通报 粉碎斯人帮请 华国锋叶建英 李先见汪中兴 这个高规格的集体面 我认为完全能够证明 华国锋是要让邓小平出来 这次面目是不是告诉了 邓小平要准备让他出来 我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透露细节 但是即便没有明说 也是一种暗示 何况去吴德说 陈希莲李先见和他三个人 专门到北宁西山 去看邓小平 专门跟邓小平表达了 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 请他出来工作的意思 而且就在1976年的元月份 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 华国锋要在这个会上讲话 其中讲话的内容之一 就是向党内高层干部交一个底 准备让邓小平出去 讲话稿都已经把这个内容写进去了 阴差阳错的是 这个会推迟了 这个会一月份没有召开 这完全是一个客观原因 但是这个客观原因 后来导致了一个很不好的后果 就是人家都以为华国锋 还要继续批邓 不让邓小平出来 所以才导致了 从一月份一直到三月份 中央工作会之前 民间党内大范围的不满 假如一月份要开成这个会 我觉得我把这个事情好得多 因为一月份恰好是周恩来实施一周年 社会和党内的一些人 借这个机会 又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 邓小平输出问题 交统就会好的 但是无论是不是阴差阳错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来 华国锋没有什么好动 都说华国锋继续批邓 我也做了一个梳理 华国锋是说过批邓 但是我查阅了人民日报这个官方最主要的媒体 查的结果我要告诉大家 华国锋踢批邓 踢过几次呢 一次 就是1976年12月25号 他在第二次农业学大会上讲话的时候 提过一次 这一次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四人帮 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批邓另搞一套 他说了这么一句 此后 此前 华国锋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批邓 那么官方媒体对批邓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也做了个梳理 以人民日报为例 从1976年的10月7号 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开始 一直到1977年的元月份 人民日报发表的提到批邓的文章 我们还不是说专门批邓 只是提到批邓的文章 一共是261篇 其中10月份是160篇 11月份就降到了68篇 12月份就降到了36篇 1月份只剩下3篇 1月20号以后 绝起 也就是说 就算话不封批的 仅仅三个月 人民日报 红旗党子和解放军报 这是官方最主要的报刊 从1977年元旦开始 所有的社会都不在提提 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华国锋 并不是真的要识的 就是一个政治策略 华国锋这一点 后来在中央工作会上 专门做的说明 他说中央当时考虑 继续提批邓的口号 是经过反复商量的 就是觉得 如果我们当时停止批邓的话 有可能 或者很可能 给四人帮的残余分子 制造借口 受人一病 坐实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要搞右派政变 为邓小平方案的传言 就得考虑 你可以说华国锋啊 对于人心向背 估计不足 你可以说华国锋 当时的政治智慧啊 还不够 但是我觉得无法说 华国锋就是要批邓 就是不许邓小平出来 因为事实不是这样 我的研究啊 让我从这个材料当中啊 能够得出支撑我结论的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材料和依据 至于两个环式 华国锋是说过两个环式 这两个环式啊 当然表明华国锋 没有拖出毛泽东晚年 即是形态的苛旧 但是事情也不是这样简单 我现在的查阅发现 两个环式一共说过四次 华国锋说过两次 第一次是华国锋说的 是1976年的10月26号 华国锋在接见中央 宣传口的时候 谈话的时候说过 他说啊 他谈到街批四人帮运动的时候 说过 他说批判当中我们也要注意 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 批过试的都不要去批 他说比如八个样的买戏 八个样的买戏是毛主席同意的 不要去批了 至于某个演员不好啊 你把它画出的话 我们知道八个样的买戏当时有两个人是在粉丝四人帮以后被停职 被隔离审查了的 一个就是演那个 李玉和的钱浩亮 还有一个是演洪长青的刘庆祥 这是八个样的买戏里面两个主角人 所以这两个人不好你把它换给你吧 但是八个样的买戏还要有 这次提凡事没有公开 没有公开凡事 在中央宣传口会议上一个小范围的讲话 而且是针对接替四人帮运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谈的 一个策略问题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号 吴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 做关于粉碎四人帮问题的报告 说到 他说凡是毛主席肯定的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我们得要去做 我们得要去做 说了这么两个方式 第三次凡事 就是1977年2月7号的两贸易刊社论 这篇社论的两个凡事 是经典的两个凡事一标 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无余地遵循 这是两个凡事的经典表 这是第三次两个凡事 第四次两个凡事是华国锋说的 是1977年3月14号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里面说的 他说凡是毛主席 前一个凡事跟社论是一样的 说凡是毛主席的做出的决策 都必须维护 第二句话是不一样的 说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 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 真正表达两个凡事的提到 所以两个凡事本身并不是华国锋的发展 是中央理论组这个秀才班子给他乞讨的高 而且华国锋很快就发现 两个凡事的提法有毛病 这是他自己说的 他后来说了 说两个凡事的提法 他感觉到有毛病 他觉得第一句话说的太绝对了 第一句话就 他是指他自己讲话的提法 他说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必须维护 他说这个说的有点绝对了 他说第二句话呢 没有说绝对 但是他说也没有说的太清楚 第二句话就是 凡事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 都必须制止 他说怎么个制止法也没有说清楚 正因为华国锋对两个凡事的提法 感觉有毛病 所以就我现在所能见到的 从1977年3月份以后 无论是华国锋 还是中共中央 还是官方的主要媒体 再也没有提过两个凡事 两个凡事 我认为作为官方的一个方针呢 在1977年3月 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结束了 但是呢 两个凡事作为一种人们的普遍观念 我觉得还影响了很长远 还很深 还很广泛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 两个凡事 与其说是方针 不如说是普遍的观点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 毛泽东都还是中国人的偶像 无论是政治偶像 还是精神偶像 绝大多数人是不敢怀疑和批评的 我们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很多阻挠和拖延 并不是中央发了两个凡事 而是每一个层级的官员 甚至绝大多数国民心中 都有一个两个凡事 我们当时接替四人帮 很多的论证方法都是两个凡事 就只要不是毛泽东 我们就不是 我就举一个例子 比方两个估计 我们都知道 1970年有一个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1971年 这两个工作会议纪要 提出了一个两个估计 就是文革前17年 是资产阶级专政 然后资产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估计后来在文革以后要否定 怎么个否定发的 最后是找到了谢静怡的一个笔记本 发现 哦 两个估计不是毛泽东说的 因为是张春桥加进去的 所以才敢否定 这种阶级私人帮的方式 我认为本身就是两个凡事的思维 所以并不是因为有一个两个凡事的提法或者方针 所以我们在那两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中 遇到了极大数 而是两个凡事的这种思维 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 在中国党内 就是一种根深屁股的思维 根深屁股的观念 那个两个凡事 才是比那个两个凡事方针 我认为要克服那两个凡事 才是比克服这两个凡事的方针 更为艰巨的人 所以两个凡事的问题 继续批动的问题 和阻挠邓小平的问题 在今天回过头来看华国锋的 评价华国锋的时候 我认为也应该得到比较合理的说明 至少不能过于简单 好了 这是我关于华国锋啊 在这两年的一个评价的一些 我这两年研究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总的说来 我觉得我们要说改革开放的起步 并不是从十一年三中全会 开始的那一天 就突然提出一个 我们今天开始改革开放 而是有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我认为从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 已经开始酝酿和起步 这就是我的结论 好了 我今天要讲述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些 一个小时的时间 下面留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互动 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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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问题我还得研究三年 第一个条子吧 今年对华主席评价是个大进步 但还不够 对我同意这个评价 先从简单的回答起来 据文张志兴的死刑 是华国锋亲自核准的 死一层面的老实人话如何解释 不对 张志兴在1975年4月4号被执行死刑 跟华国锋无关 八九都玩了一些史书 搞不清楚 韩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赵子洋与华国锋的干系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有一点 1978年的8月份 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还有两位重要的随团人员 一位是基东奎 一位是赵子洋 据我所看到的材料 华国锋这次回国以后 我专门还跟赵子洋说 因为啊 华国锋这次对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对他们那个 特别是对贝尔格莱德的那个 农工联合体特别感兴趣 他就跟赵子洋说 他说你回四川 能不能搞几个类似这样的农工联合体 我知道有这么个关系 别的我说不太清楚了 为什么华国锋没有像邓小平那样 担起改革开放的大量 邓小平不让他大量 邓小平曾对华国锋做出评价 认为华国锋组织时期 卒是独立的一代 因为华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 请问老师怎么看的 谢谢 首先我不知道邓小平说的体系是什么 因为一个人 比方说他主持工作 就是主持工作 独立的体系 什么叫独立的体系 我不清楚 至于一代 我就不同意说一代 两代三代 请老师讲解一下 华国锋和邓小平权力交接的 命运及华国锋 我真的很多问题并不了解 但是我讲讲了解的情况吧 我刚才说的 华国锋是1978年的12月份 从权力核心实际上淡出了 注意我说的是实际上淡出 他还是中央主席 还是中央军委主席 这个没有变化 11月三中全会也没有通过一个决议 说从今天开始 华国锋离开权力核心 没有这样的决议 那么大家会问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我有三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啊 就是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决策 从来不是出自华国锋 据我所了解是这样 如果大家有补充 我们可以讨论 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一个大决策 是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就是从79年开始 为什么呢 中央认为华国锋 在1978年搞了一个 没有认为华国锋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批评的 就认为前两年 前两年的经济增大过速 基本建设投资归模过来 所以从79年开始 要调整国民经济 这个重大的决策 是陈云提出来的 都是华国锋 然后1979年最重要的 第一次评价建国以来 历史问题的叶坚英讲话 不出自华国锋 1980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是邓小平胡耀邦组织期待 也跟华国锋没有关系 1980年的根深改革的方案 也跟华国锋没关系 一直到1981年 所以从1979年以后的华国锋在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看 我认为几乎已经降到冰点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根据呢 三中全会啊 一批原来文革台下派的老干部 纷纷进入中共中央高层 而这些文革台下派基本上是 邓小平这个班底 特别是在文革当中整顿的班底 邓小平不在文革当中领导整顿吗 比方说 胡耀邦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震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比方说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 胡乔木和姚依林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所以这样一批人物 原来都是邓小平整顿班底的那些资深官员 进入了中共高层 而且进入了一些权力的核心部 这当然就是对原来的权力核心 华国锋的那个地位的淡化 第三呢 就是原来的中共中央那些重要人物 开始淡出 被认为是华国锋的那个班底的人 开始淡出权力核心 高层权力的这个圈子 比方说 汪东兴在三中全会以后 他所有的兼职全部被免去了 中央办公厅主任 八三四一部队政委 中共中央毛泽东住作办公室的主任 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警卫局党委书记 全部被免制 随后不久 季登奎 吴德 陈希莲 全部淡出中央政治局 80年9月份 最后一位政治局成员 陈永贵 也离开了国务院副总理 所以从这个结局看 华国锋 在三中全会以后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这就是我要给的情况 这就是我要给的情况 既如老师所说 华国锋失去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实际上 我在这两年的研究当中 也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我讲讲我的这个研究的情况 我就一直在寻找 华国锋为什么会在三中全会 跟邓小平这么 就被邓小平认为是个对立 因为我前面已经说了 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 在对外引进的问题上 对于科学教育政策的调整的问题上 华国锋跟邓小平没有冲突 到现在为主 我想找这方面的材料 我没有读到 那么到底在什么问题上 跟邓小平有冲突呢 我到现在为主 我发现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情 就是1978年的四月份 发生了一个海军演习的事件 1978年啊 三月份海军出了一件事情 海军的湛江港海军基地 有一个弦号叫160号的导弹驱逐舰爆炸 爆炸以后呢 这是海军 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大事 而爆炸的具体原因呢 我不是很清楚 据说是有的战士 因为复原什么 处理的不好吧 他故意制造的一个爆炸事件 详情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爆炸以后 作为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所以就严厉批评了当时的海军第一政委 就是苏政华 苏政华呢 在四月份曾经到华国锋那儿 谈了五个小时的话 后来批判苏政华说他 是到华国锋那儿去告状 是不是告状我不敢说 反正是谈了五个小时 这次谈话的过程当中 据说华国锋安慰了他 说海军还是不错 然后苏政华提出请华国锋检阅海军 说华主席已经检阅了空军和陆军 但是没有检阅了海军 就建议了华国锋检阅海军 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说正好我五月份要去朝鲜 我从朝鲜回来以后 因为海军在旅顺有一个基地 他说我就到旅顺去看一看 这件事情 邓小平很看重 为什么呢 这件事情据说原来不想报告军队 但是最近也有材料说 不是不想报告 不管是想报告还是不想报告 这个事情最后确实都报告了军队 邓小平看了 下面制成了这次海军演习的行动 据后来邓小平的讲话 看邓小平对这件事情看得很重 他说海军做了一件坏事 最近有人写文章说 军委主席检阅海军不行吗 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的分析可能使华邓之间产生嫌弃 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1978年的4月到6月 召开了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有一个很新的提法 叫做我军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 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 有什么有提法 结果到会议开会的过程当中 总政治部宣传部有一个部长叫李曼春 就提出意见 说新的历史条件的提法 跟华主席的提法不一样 华主席说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跟毛主席的提法不一样 毛主席说的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就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邓小平对李曼春的这个意见非常合理 所以他说 华主席没说的我就不能说 只有华主席说的我才能说 然后他批评 就说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我们不能照搬本本 不能说前面没人说 我们就不能说 大概说了这样一些意思 我想这个可能是产生嫌弃的第二点重要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1978年的5月5号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坚决贯彻暗牢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七天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光与日报》的一篇文章 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文艺标准 5号发表暗牢分配文章 12号转载实践标准文章 17号汪东新就发案 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很坏的文章 指的就是暗牢分配文章和实践标准文章 这个事情邓小平很快知道 汪东新不知道是知道呢 还是不知道 第一篇文章 暗牢分配的文章 是邓小平提一些 很多人在讲真理标准讨论呢 不注意这篇文章 就是不注意七天前人民日报发表的 坚决贯彻执行暗牢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这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受批判 是引起邓小平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 可能王中新是真不巧 因为那个时候秀才写东西 哪会都互养中气呀 这三件事情使得邓小平非常 我的分析有可能是由此邓小平 通话产生了一些详细 所以邓小平最早的表态是 5月30号支持真理高中文章的表态 当然这是在内里 两天后6月2号在全军政务工作会上 他虽然没有讲到真理高中文章 但是实际上他的态度已经公开支持了 这个真理高中文章 那么是不是从这开始 对华国锋有看法 这是我的研究 再进一步的研究 那你就推测了 比方说 看不起华国锋 那我就只能是推测了 因为邓小平本人 你跟我说过 老师 请问对华国锋的误解从何而来 我想我刚才应该说清楚了 就是这三件事情 是邓小平对华国锋 我的分析啊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只有这三件事情 我看出来 而且还跟华还没有直接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波乱反正全面改革中 做出的关系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 不太清楚 江青是不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替罪羊 如何 如何看六四会平反吗 我不知道 毛泽东晚年的替罪羊 江青没有他的问题 他不完全是替人 带人受过 因为他在我们文化大根 当我们今天博士主要讲清 讲江青 我觉得不完全是替罪羊 当然 的确 我们在审理两岸的时候 今天回过头来看 两岸的审判 我认为与其说是司法审判 不如说是政治审判 的确 今天回过头来看两岸的审理 有很多从事实方面 从量刑方面 应该重新加以研究的地方 当然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个问题 我们不细讲了 读小说时 我们对主人公有更多的了解 因此容易偏袒主人公 在历史研究中 我们也会对研究中对象 有更多的理解 会不会产生偏袒主人公的心理 如果会 怎么保证史学研究的公正心态呢 我非常赞认 真的有种什么呢 我说 我有种感觉 我们历史研究 在史学研究中 的确有两种现象 一种叫各位其主 一种叫王婆麦瓜 什么叫各位其主呢 我是写毛泽东传的 我就说毛泽东好好好 我是写邓小平传的 我就说邓小平好好好 还就是王婆麦瓜 我研究什么问题 我就说 我这个问题最重要 不是有 甚至我认为 也可能我在研究当中 也有很多机会 什么客户呢 随时自己提醒自己 同时也关于别人 随时提醒自己 为何华国风功劳如此之大 而一直被压制 不太精忠 也 这条子太耳朵了 邓小平与画的矛盾 是否与后来画的下台 有这么一句关系 那当然是有关系 没有关系 怎么会下台 现在画不在了 请问画的遗体 能否落入归根 请问画的家属呢 韩老师 两个团事 既然不是画国风 指出来的 那为什么画国风 不为自己辩解呢 对 很好 回答很好 画国风有没有为自己并不公平的待遇或强加给的一些罪名 向中央做过辩解 据我所了解啊 也有一点点牢骚 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基本上都是私下的牢骚 好像没有公开正式给中央 什么写过信啊 或者谈过话 从来没有 好 顺便 网上有一个非常荒唐的 我甚至认为带有人身攻击的铁子 不一定是铁子吧 说画国风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百分之三百的谎言 我这个消息不是我在来的 是经过画国风家人证据 好 还有一套铁子 说画国风前两年要求退党 百分之三百的谎言 张寒之在画过后获的大红门中 认为乔冠华命运受画国风影响 1976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命运在转折 而命运转折 是否与画国风的上台有一些关系 心中怎样的联系 我认为这个说法放大了 张寒之放大了 为什么呢 乔冠华的下台和乔冠华后来的遭遇啊 跟乔冠华在19751976年的表现有关系 这个方面我想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叫走在 不是 我与乔冠华和公同 好像是 好像是这么个书名 是前外交部的副部长 张寒之的夫人张明写的 你们一看那个书都知道 实际上外交系 包括国院政府 很多人对乔冠华 是很有些微词的 不仅仅是因为画国风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对画国风错误的评价 是否为了满足某些需要 官方对于历史的叙事中 right是否要比true更重要 我想很多情况下是这样 毛时代1972年与美国等国建交 没有72年那建交 为之后的改革开放 创造了好的国际环境 能否把这个时点作为改革开放的开端 当然这是个看法问题 其实没有人宣布过改革开放 从哪一天开始 也有这种观点 其实在学术界 就认为1971年开始的对美关系的转变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是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提供的条件 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是不是那个叫改革 至少都不是叫改革吧 是不是叫开放 我觉得可以研究的 如何评价习仲勋在改革开放主期的公迹 以及习与邓陈云三人在改革开放主期的关系 对不起我没有研究过 对不起我没有研究过 没有研究过习仲勋 华国锋在关于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 是否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积极作用是什么作用 不知道 这是肯定毛泽东思想 是不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晚年为何多次更换接班人 为何选择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 不放心的 他为什么多次更换的不放心 就像我们那个父亲要把遗产交给子女 交给儿子交给女儿 一会儿交给儿子一会儿交给女儿 可能就是因为老不放心 至于为什么没有交给邓小平 为什么交给了华国锋 我完全想讲 这个问题还提的挺有意思的 其实毛泽东 我告诉大家一个情况 毛泽东在选择华国锋的那个当口 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华国锋 张春桥 他最重要的最主义的是张春桥 但是毛泽东当失去对于邓小平的信任以后啊 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上 在两个方面受到一个 就有一个背光 他想选择什么样的人呢 他想选择一个既能在党内 有比较广泛的人员和能够在党内振住振脚的这么一个人物 同时又能维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这是他考虑选择接班人的两个最基本的计划点 可是在党内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呢 太少了 邓小平有人员能够振住振脚 但是他不维护了我们的路线 这个毛泽东已经看出来了 张春桥能回复文革路线 党内人员又差 差到什么程度呢 我举一个例子 毛泽东曾经问过毛远新 他说你对春桥怎么看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得到毛远新怎么回答 他说春桥这个人有点阴 你想想连毛远新都说他阴 毛泽东能把这个权力交给张春桥 所以毛泽东说这样吧 说你跟春桥说我也十年没当过第一把手 说先辅佐伯锋吧 过渡一段 这是毛泽东的交代 就是让张春桥暂时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过渡一段再去接班 毛远新分别跟政治局委员沟通 大家都说坚决赞成毛泽东的体验 为什么呢 在毛泽东看来 华国锋可能在党内有一定的人员 至少党内这些高层人士可以接受 江青也好张春桥也好 毛泽东知道大家不会接受他 同时他又觉得华国锋还老是会维护他的入行 所以毛泽东这个判断其实没错 果然政治局成员啊 大家都管他赞成 只有张春桥 一个字没说 既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 有一个人的表现 令我感到意外 我了解到的情况 江青 别的政治局成员啊 大概都跟毛远新说 说主席的完全拥护主席的提议 主席这个提议很好 如毛远新把意见带给毛泽东 只有江青主动给张玉富打了电话 主动打了 说张秘书啊 告诉主席啊 说国锋同志这个人选的好啊 他说他是一个两边意见都能听的人 我认为江青说的是心理 他真是怎么看 所以你想连江青都能接受华国锋 所以毛泽东这个选择应该说 从毛泽东要满足两个条件 从这个视角看 他没有选错 当然江青绝想不到 一个多月以后 半年多以后 他就被两边都能听一点的抓起来 您认为您对华国华的评价 会在将来形成主流吗 会 不知道 会对评价华国锋有帮助吗 我希望这样 当时华国锋对包产道户的看法 如果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段 因为我现在大体上的研究在1978年 1979年以后 但是从有限的阅读看 似乎华好像有点不太赞成 我的印象好像是这样 但是也没有说好像就是坚决反对 反正是有点矛盾 有点保留 在华国锋去世的新闻中 只说他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没有说出具体担任什么职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如果说他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那就要降半旗 可是又不想降半旗 好像是这样 华国锋党政军大权灾祸 怎么会失去权力呢 他为什么不使用手中的权力保自己的位置呢 实际上应该说 华国锋在这种中共 中共这种政治漏争进程当中啊 应该说还是一个经验比较少 经验比较匮乏 政治智慧比较匮乏的一个领导人 说到以前 还是相对的老实一点 当然有人说他不老实 他说你看四人帮他还老实呢 其实 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我不随便用老实 为什么呢 就是抓四人帮这件事情 我怎么也没法解释华国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华国锋能出这样一个奇召 据说连叶静音说他都不敢想的事情 华国锋能做出来 但是实在说 华国锋在中共的政治斗争 就是中共特殊的这种政治斗争环境中 他实在说是这样 毛泽东对他有三个评价 然后我们让大家知道 第一 担任过县委书记 地委书记 有一个有在省里工作的经验 又到中央待的经验 这是第一 第二 忠厚少能力 第三 不蠢不笨 坦率地说 跟柔中带刚免礼藏针 人才难得的评价相比 这实在不算是高的评价 所以在政策上一确 华国锋还是 还是那个经验 还是决定 您认为毛泽东在何时选中张春潮的 具有关资料介绍 文科前期毛曾将林彪提及 对张春潮的看法 这与后来林彪事件有不关联 不会 这个林彪事件不会有关联 何时选中张春潮 大概还是文革发动以后 文革前 毛泽东对张春潮至多是好感 谈不上 谈不上 作为接班人 要不然你想他长期在上海工作 并没有把他调到中央来工作 关于两个凡事的那篇文章 发表的经过 讲讲好吗 陈云在一次中央全会上 突然一下 华国夫发难 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说法真的是不符合事实 我先讲两个凡事发文 有点太多 其实要说起来 也是阴差阳错 1977年的元月份 我不是说了 要为华国夫起草一篇讲话稿 这篇讲话稿 目的是什么 最早要起草一篇社论 就是为什么要起草这篇社论 因为一月份纪念周恩来的民间活动 已经声势非常大 这还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在民间活动当中 已经有人开始直接点名 批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 比方说汪东兴啊 吴德 陈希莲 吴贵贤 这就使得高层非常紧张 一月六号 华国峰开了这个局会 中兴意思是说 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邓小平是要出来 中央路已经定了 但是要有一个过程 他说现在这种局面下 如果我们马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会发生问题 说天安门事件也是 因为天安门事件在12月份 76年12月份 中央已经宣布 把在天安门事件当中逮捕的人 全部释放 华国峰认为 这样就能够解决天安门事件问题了 那意思就是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然后说还是要引导群众 说了这么一个话 一月六号 在政治局会上讲的话 七号这一天 汪宫兴就向李兴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主要负责人 就跟李兴说写一篇社论 这篇社论实际上就是二期社论 写这个社论呢 它的意思就是 引导群众啊 把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上的注意力 转到学习文件上来 学什么文件呢 两个文件 一个是12月份公开发表的 毛泽中的论实大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华国峰在农业学大战会议上的讲话 说你这个社论呢 主要是讲这个问题 开始没有两个凡事 到2月10 2月21号这篇稿子 加进去 加进去是什么呢 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损害毛泽东形象的言行 我们都坚决支持 这么两个凡事 这就是社论 1月21号第一次出现 这是社论的第三稿 好 过了两天 李星突然传导 说社论稿暂时停下来 起草华国峰讲话 就变成起草华国峰讲话 过两天又说 华国峰的讲话 不讲了 推辞了会 王中心就说 就把社论里面的 那个两个凡事 把华国峰讲话的两个凡事 挪到社论里面来 这两个凡事的社论 是这么化了出来的 几经变化 那么为了跟华国峰 讲话的两个凡事 有所区别 所以 辞论的两个凡事 第二句话 就变成了 凡事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舍弄不渝的遵循 这就是发表的经过 至于陈云在一次中央全会上 首先不是中央全会 就是1977年3月份的 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 陈云提出来的 不是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 我要告诉大家 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为什么呢 77年3月份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前 实际上中央高层那些人士 已经封闻 中央已经决定 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了 所以他们觉得 邓小平出来工作 已经不成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 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所以这个说法呀 可以肯定 不是一个实施的说法 不是一个符合律师实际情况 华国锋是否阻撓邓小平付出 应该说邓小平最清楚 请问邓小平生前是 胡和平说华国锋 这我们学习 邓小平理论应该都知道了 邓小平文学里面都有啊 胡和平的号 华国锋 华国锋曾作为国家元首出访日本 虽然他刻意模仿毛 但日方似乎对他并不反感 您的 您如何评 评价华国锋 对中日关系发展所做的东西 没有研究 没有研究 没有 我不研究出外关系 对不起 纠正一个说法 华国锋不是国家元首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他从来没当过国家元首 既然华国锋在改革过程中 起到的积极作用还是很多的 那么在他去世后 中央是否会给他翻案呢 这不用说中央已经在那个 升平当中有很大的 我认为有很大的改革 不信 你们去把 中央的升平 跟我刚才评价的那四条 负面评价对照一下 你就发现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至于说是不是 我觉得结构还在其次 至于在很多事实上 是不是完全还原 我认为这个工作 从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您认为从个人权威和能力而言 华国锋与邓小平 哪个作为领导核心 对改革开放更有力 您如何评价汪东兴的意识作用 这是假设哪个更有力 因为没让华国锋当核心 我怎么比较 但是有一点我刚才您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 是从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宣布的 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了酝酿 所以华国锋应该说 他作为主政的核心 他是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啊 起了推动作用 哪个更有力 我不好说 但是我想说的一个结论是 华国锋主政这两年 告诉我们一个经验 一个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变化 未必需要强势的政治人士 华国锋不是强势的政治人士 在中共的意义上 可能他是最不强势的 但是正是在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 中国权力高层权力 经过了两次更替 第一次是毛泽东去世以后 中国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 第二次是从华国锋本人 转到邓小平 而这两年 除了高层权力的更替以外 中国社会开始发生 深刻的变化和转型 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局 中国保持了稳定和安宁 没有发生动荡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社会经历 这么大的转型 未必需要强势 您如何比较汪东兴的历史作用 我觉得汪东兴 从粉碎四人帮以来 我觉得他最大的作用 就是粉碎四人帮 在其他的作用上 我倒是觉得 汪东兴的确是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这是有事实有材料的 所以我始终认为 华国锋跟汪东兴 不能相提 比方说邓小平的付出 汪东兴又起了作用 还有比方说平反冤假错案 那的确是汪东兴起了 很多案件不能平反 是汪东兴一手造成的 倒是华国锋 还平反了一些零星的冤家错案 就现有的材料能够显示啊 比方说 内蒙古有一个最大的冤案 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件 这个案件涉案人员25万 光因为这个案件所死的人 就被打死 被逼死的人 就一万多人 这个案件的总头目被认定 是乌兰夫 这个案件的平反报告 是华国锋亲自修改 这个中央批复这个报告的批示 是华国锋亲自朝宁的 还有61人案 61人案是汪东兴主力最大的一个案 61人案也是华国锋 同意胡耀邦为首的中组部 自己开始调查 自己开始活手复查平反 也跟华国锋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汪东兴 倒是在粉碎自然榜以后 的确是起了一些很 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为什么华会有阶级 都是维刚的言论和文本 而政治实践中却没有实行 人不在 我觉得恐怕华国锋更多的是从常识出发 阶级斗争维刚实在是一种意识形态 华国锋这个人是一个事物性刻点突出 而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一些的人物 为什么华国锋从地方到中央工作 基本上做的是政府工作 管过农业管过财貌管过文教管过科技 跟阶级斗争有关的只有公安部部长 这个人比较不实 我就举一个例子 1970年的8月25号 毛泽东到长沙南巡呢 1971年不是1970年 1971年毛泽东南巡到长沙 1970年是1970年 毛泽东在长沙跟华国锋谈话 他说了一番什么话呢 他说你满脑子农业 我满脑子路线斗争 他说路线不对破 农业也搞不好 他说搞不清路线 到时候脑袋掉了 都不知道怎么掉了 实际上是批评华国锋 或者说善意的提醒华国锋 这可能算是一个阻障 也就是华国锋这个人 实际上是一个形态色彩 比较单的 当然他要维护毛泽东的意识形态 比方说阶级多重维纲 继续革命理论 但是他在政治实践当中 相对是故事 他用这些口号包装 他借助毛泽东的抓革命 处生产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重点还是放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上 这大概画不上一个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钢股发展生产 以阶级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何种意义上是对立的 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在于 阶级多重维纲 当然是一个意识形态 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到底是以搞政治运动的中心 还是不搞政治运动 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只要搞政治运动 肯定经济和生产要受到影响 这是从文革前开始 就已经证明了 至于叫不叫以阶级斗争为钢 我觉得这都是意思 关键是阶级斗争 只要阶级斗争一为钢 就肯定是搞政治运动 比方说文革前的社交运动 文革中的运动当然就更多 不同层面 我不太理解这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画会这么轻易被打倒 埋没于历史之中呢 画在中央还是跟基前 我觉得画有一个大问题 它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的高层权力格局 我觉得在70年代后期 基本上是分成三股设立 我有一个分析的 就是我把它简称为叫 文革下台派 和文革台上派 还有文革上台派 文革下台派以邓小平为代表 这些人呢是文革初期被打倒 文革中期重新复出工作 文革后期的批动反右 又受到冲击或者被打倒的一批 中共党内的元老和资深官员 这叫文革下台派 文革台上派是指文革初期 受到一定冲击 或者没有受到冲击 而一直在文革时期官居原始 或者官升高职的一批中共官员 这个派别 这个力量以华国封为代表 包括像季登奎 包括像季登奎 吴德这样一批人 文革台上派 以江青为代表 就是借助于文革 进入到中央高层权力 这三种势力啊 在文革中后期 实际上一直在决击 决击的结果是 1976年的批动反右 基本上把文革下台派 逐出了政坛 也就是剩下了文革台上派 和文革上台派这两部分人 这两部分人在1976年的 决击的结果 是把文革上台派这一部分人 决击 逐出了政坛 那么文革以后 实际上文革台上派这一批人 开始重新恢复 文革下台派这一批人 而文革下台派这一批人的力量太大了 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权力结构的变化 所以让它轻易被打亡 为何政权如此之快 什么叫政权如此之快 是不是军权更偏向于老革命的邓小平 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它是军委的副主席 好了 回答的问题不一定是大家满意 因为问题也太多了 牵涉的问题 很难在这里得到圆满的回答 好 谢谢大家 韩康老师 以详实的史实 惊人的记忆力 给我们复原了一段历史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韩康老师给我们提供 谢谢大家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欢迎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